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明讲局势 黑板上有写几行字 第一个生肖龙 是明年假成年快到了 我提前把这个节目做一下 因为包括要生小孩的 可能就要开始要注意了 生小孩的姓氏 我写了十个 李家 汤家 汪家 易家 孙家 马家 冯家 曾家 许家 张家 这个不是代表只有这十个 其实有很多家庭还是可以的 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或者挑出来比较乍脸一看没有问题的 而且如果说你这个时间生小宝宝 他的姓氏好 他的先天格局就很高 代表你生出来就比人家占便宜 第二个如果明世代取得好 他以后的发展就是得天独厚 让人家羡慕的 所以姓氏真的假的 蛮重要的 尤其是要生宝宝的来一年 OK 我就先讲到这里 OK 我就先讲到这里 OK 我就先看一会 就先看一会 看一会 OK 我就先看一会 知道